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六號到八號期間 前往波羅的海三國來訪問 第一站是立陶宛 而故事因為台力友好 所以讓立陶宛被中國打壓 布林肯也重申會支持雙邊發展 並強調說臺灣是先進的民主政體 接下來是抵達到備受俄羅斯威脅的拉脫維亞 布林肯是承諾保證北約組織會提供保護 守住每一寸領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六號到八號訪問波羅的海三國 討論強化合作安全 首站抵達立陶宛會見該國總理以及外交部長 面對立陶宛擴大與臺灣連結遭中國打壓 布林肯重申支持台力發展 稱臺灣是先進的民主政體 布林肯還提到 美國會支持歐盟在WTO對中國的行為提出 而就在俄羅斯持續攻打烏克蘭之際 拉脫維亞外長擔心俄羅斯所發動的入侵行動 會影響整個歐洲 至於俄烏烏第三輪談判落幕尚未取得實質成果 同樣有走於國際試圖以外交手段調解的以色列 外長也前往拉國首都李嘉會見布林肯 除了期盼烏爾戰士能快速落幕 兩人也針對恢復2015年伊朗核協議展開討論 布林肯保證美國跟以色列的態度一致 不會讓伊朗獲得核武器 公視新聞本編譯 BTS